现象一时间它是信息膨胀 但是它最重要一点就是注意力 你注意什么 这十月圣诞在全球化里面讲的 第一个原理 缺乏的功能 使我们缺乏的注意力 就像现在年轻的人 看电脑 看到无数的信息 他不知道选择到什么 他感到一种迷茫 另一个关于全球化的解释 这个词汇比较复杂 那么一开始全球化是个现象 后来由于信息革命的快速变转 演变成这个时代到来 那么全球的焦点一开始 产生在经济全球化 中国一开始就索引在经济全球化 因为当时我介绍全球化到中国的时候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